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联会华府分会主办的第十四届华府龙州赛在秀丽的波多马克河上举行 由于五月是亚太裔文化传统月 美国总统欧巴马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都为比赛发函祝贺 而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唐若文康利也出席剪彩并为选手加油 今年包括驻美代表处 驻美军事代表团 联邦政府 当地公司 社团 学校 以及与其他非盈利机构的四十多支队伍报名参加 赛事以性别与团体性质分组对抗 今年我们有将近五十队的队伍在这里 那今年我们除了正常的龙州以外 有很多新的队伍参加以外 我们还加强了我们的台湾的文化活动 我们去recruit很多其他community的他们的社团 他们基本上就是有的社团或者个人 他就出资sponsor就是负责金钱 然后sponsor team 这些文化活动包括缝制香包 介绍台湾观光的文化活动 其中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卷署发挥巧思 就地取材利用空心铜PM级塑胶绳创意 发响制作箭子 吸引不少美国朋友动手做动脚踢 体验中华民俗活动 四十多支队伍中也有视障者队 他们克服诸多困难 精神令观众十分感佩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训练技术 为人们与视线运动 因为常常在一场龙州 你必须要跟着脚刀在前面 你必须要看得到 但是在我们的团队 我们必须要听到架 然后感觉到船的音乐 驻美代表沈李寻抗力 也在比赛的第二天 为获奖队伍颁奖 由于比赛以鼓励民众参与 推动文化外交为主 获奖队伍多 复联会华府分会主委 沈代表夫人李秋萍表示 龙州赛不仅具公益性质 也是发扬中华文化 促进台美友谊的最好方式 台湾网练师吴伟 美国华盛顿采访报道